Hi 大家好,我是湾区哲悠強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我們廣州市的藍沙自貿港 來到這裡我們帶給大家是什麼呢? 是我們美的的置業,也是我們一個江上雲啟 大家看到我現在背後就是我們一個銷售中心 這個也是一個島尖的位置,是非常漂亮的光景 我現在先帶大家進去我們的銷售中心 跟大家講解一下我們區位的情況 再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銷售中心 OK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現在我就進來我們的銷售中心 今天請到邵先生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也很高興今天可以在這裡接觸到我們灣區事業的陳先生 什麼意思呢? 首先我們就要相對看一下我們這個項目 我們這個項目也是由我們美的和六成共同開發的一個項目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美的物業和我們美的地產 也都有相近二十年的發展經歷了 然後我們美的地產其實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之後 發展到基本上就是全國八強企業 然後我們美的物業和美的地產 都服務超過百萬人口的一個業主和客戶 從這裡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所傾手的項目的地理位置 是位於我們南沙橫力島的一個項目 而且我們的項目也是在我們橫力島的島東一面 整個島東你會見到未來的一個規格圖 都會有很蓬勃的一個發展 你看到我們IFF的金融零塔 在上一年主體建築基本上是員工的了 今年已經開始了二期的工程 然後前面這裡廣州的期貨交易所 華南區首家 然後全國六家 亦都選址落戶於我們的廣州期貨交易所 然後灣區的商業銀行和我們博覽員等等 都會慢慢慢慢開始進行他們的工程 然後整個橫力島的發展規模 是自動向西不停延伸過去的 而且我們會發現大部份的金融產業 還有我們這個商業服務 基本上是會在我們賭凍的板塊 所以我們這個江上雲在所坐的位置 入則繁滑,七則安靜 雖然你們可以居住得十分之舒適 然後我們亦都是首個頭排江景項目 可以見到我們落樓即達我們7.8公里的濱江連郎 全場就有7.8公里 而且你可以見到我們有親屬的會客廳 賭江景觀帶和樂園碼頭等等 可以串連我們業主不同的一個生活服務 然後可以來這裡 去了解一下我們整體的一個項目 所在於的地塊 是的,這個區域的地塊 可能很多觀眾對於我們藍莎 雙來講有聽過 但是雙來講都是陌生一點的 即是具體的就不是這麼清楚 是的,所以… 藍莎就很早聽說 藍莎就很早聽說 也都是我們香港客戶 或者我們廣州客戶的後花園 藍莎 我們這裡整體的版圖 就是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區域版圖 上北下南左西右東 然後你會見到 我們這個藍莎區位 也是處於我們一個黃金三角幾何中心的 也是廣州唯一的七海口 然後串連我們與港澳大灣區九加二城市 包括我們的香港和澳門 都是在我們藍莎周邊半小時範圍內 就去到達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 半小時可以過去 是的,半小時 因為南沙和香港積極合作發展 未來半小時的核心城市圈 周邊城市一小時經濟圈 會帶給整個片區不同於現在的發展趨勢 之後可以看到整個島嶼 經過三至四年的發展 其實整個南沙 之前可能會比較關注南沙灣或者招門 但是基本上這幾年地塊越來越少 飽和度也越來越高 而且它的密度相對來說 未去到我們上輪中的一種情況 然後南沙政府和廣州政府 將會合力打造將全嶼七個佔貿區 最高定位的明珠灣板塊打造出來 然後凌山島經過兩年的發展 已經超過百分之四十的漲幅 很厲害 然後百分之八十的項目 無論是商業性項目還是住宅性項目 基本上受談 我們現在也是站在我們六成 六成集團所打造的曉峰印月 這個項目當中 但是因為整個凌山島經過兩年的發展 大部份的項目都基本上傾銷 就是美本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推出了 這個項目是橫領島由美的和陸城共同強強聯合 打造的一個江上雲啟的全新項目 下樓即達7.8公里的賓江連絡 而且距離一個橫領地鐵站 地鐵18號線 就是宇宙最強地的線路 半小時由我們廣州南部 可以去到我們廣州東部的天河閃穿 半小時可以去到 半小時可以去到 然後途徑就像我們爬州的迴戰中心 然後就有番禮的萬博 還有番禮的廣場 基本上從南部和我們東部的一個串連 所有的CVD地帶 最繁華的地區 全部在這條線路可以體驗得到 如果我們一些業主、一些客戶 他們不想自己開車的情況下 通過六色七行 亦都可以變質地串連到 我們廣州最繁華的每一個片區 在我們這個項目 這個光尚文體去到橫敵站要多遠 那你就問到重點了 從我們這個項目去到橫敵地鐵站 現在在近的步行距離 大概是630米 但是現在地鐵站 就是開通了A和D兩個站面口 以鳳凰大道 這個鳳凰宜橋為街 然後它會開通另外兩個站面口 以後你就不用再過馬路 就是BC站面口 就大概500米 更近了 大大縮短我們的通勤時間 步行時間 也是一個最舒適的距離 即是500米去到橫敵站 而且我們這個橫敵地鐵 你們見得到 國際金融島 是我們整個藍沙 後期全力打造的 一個金融板塊的島嶼 商務CBD加居住 是唯一體的一個大型島嶼 剛剛說到我們IFF 國際金融中心 廣州期貨交易所 還有大灣區的商業銀行 南沙世界之心等等 一些知名企業 所有的金融都在這邊 對呀 因為你好像我們這個 IFF的國際金融中心 它每年就會有超過200個 國家元首和金融高薪人員 來到我們這個片區 可以鎮行這個商務性的會議 以及其他的一個需求 然後呢 除了我們可以了解到 商業配套和交通配套之外 還有一件事 就是醫療配套 這是最關鍵的 是很關鍵的 相對來說 你們如果是香港也好 廣州也好 他們一些醫療 其實他們都很注重 所以我們這裡中山大學 一個附屬醫院 也都在我們南沙 設立了他們的第一個分院 亦都是最大的一個分院 那麼全華南區 唯獨我們這個醫院 是有直升機停機坪的 可以串連到粵港澳大灣區 周邊城市的一個 醫患者的一個醫務需求 因為呢 你可以看到 全中國排大六 全廣州排大一的醫院 基本上呢 是可以滿足大部分的 一些醫患者 一些醫護需求的 那麼這兩家三家醫院 也都很完善 對於我們 無論是廣州好 或者是外區市民 都可以進行使用 醫保 或者是醫療服務 那麼會大大的縮減 我們以後的這種醫療成本 而且有這兩家醫院 而且可以幫我們補教護學 我們業主的健康 更加的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未來 其實這兩家醫院 離我們這個光尚雲體 有多遠呢 這兩家醫院 距離我們光尚雲體 大概是1.3公里 那麼說真一句 如果醫院在你家裡 你可能未必會喜歡 但是呢 太遠也不適合 太遠也不適合 那麼我可能開一部電動車 或者其他部電單車 就過到去 大概3至5分鐘之間 最理想就是這個距離 然後我們整體來說 我們再移身到 我們這個總規沙盤 嗯 那麼這裡你會見到 我們整個項目 就是我們這個總規沙盤 由五棟住宅 和一棟精品公寓 所組建而成的 一二三四五 五棟住宅 和一棟精品公寓 組建而成的整個項目 然後整個項目 總佔地2.87萬方 然後見面大概12萬方 地下3600方的底箱 基本上可以滿足我們園區內 所有業主的日常的需求 而且呢 園境的商業都有 是啊 園境的落樓就即達 就是我們的商業 然後過一條小馬路 然後就可以到達我們 這個奔江源臨公園 然後旁邊就是我們這個奔江 每一戶戶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廣州珠江七海口 那個視野和景觀 基本上 每一戶都可以看得到 每一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說倒尖 倒尖真的看到水了 是啊 在三樓 三樓已經看到了 三樓已經可以看到 我們整體的一個自然景觀 不一定要追求去到20樓 30樓 三樓都可以完全滿足到 對於我們這個奔江景觀的一個追求 是嗎 我看到這個花園裡面有泳池 是啊 實際上是有泳池的 有的 因為我們這裡整個橫歷 唯獨一個遺合式的小區 然後什麼叫做遺合式小區 遺合式小區 它就是將我們每一個流渠 一個流渠做到最大化 然後將這個地塊的包圍 包圍起來 然後你會發現 我們每一個流渠都是我們的地塊的邊緣 將最大的空間給到我們業主 但是亦都因為一個包圍性在這裡 亦都最大的隱私 可以為我們業主 真是可以達到最好的一個隱私 然後還會有一個460方的泳池 成人和這個兒童都會在裡面 然後就有一個350方的兒童樂園 等等 有時候落樓 就跟小朋友玩一下 基本上都不用說一定要七旅園區 七旅園區的話 我們有我的奔江 但是在我們園區裡面 園區裡面都可以享受到這些措施 我們現在在售是什麼項目呢 在售精品 我現在就跟你說了 好像我們的一棟 和我們這個三棟 然後在售精品是由九十八坊 我們這兩棟樓 都是三梯四樓 如果你說在廣州舊市區 或者在香港舊市區 基本上都可能是兩梯六壺 或者是香港更密集一點 可能是兩條梯有八壺 現在三梯四樓 現在三梯四樓 就是無論我們是改善型的一些客戶 然後會導致整個片區 往後的投資價值和投資需求 會大大增長 就是你買一套樓 你可能會住十年 二十年 但是二十年之後 你覺得我可能還要鎮善一個 更高層次的一個改善 因為在我們大灣區 有一個好處就是在一線城市 這個範圍來鎮善一個 要投資性壓比是十分之高的 這個一定是 是嗎 嗯 好 那我們是陽板房 哪個環境 陽板房呢 跟著我們陳先生的腳步 一起去往我們的陽板房 好嗎 好的好的 這樣我們跟著我們的腳步 就會來到我們這裏 一百一十八方的這個戶型 然後大家可以跟我們的水牌 會見到它是一個四房的戶型 而且它是一個南北對流 居住性質十分之強的一個戶型 然後進來我們這個 這樣然後呢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 是三批四樓的 那為什麼會三批四樓呢 因為我們每棟樓裏面 有兩戶是這個一百一十八方的 而且我們這個一百一十八方 是獨梯獨戶 這樣電梯直接呢 是可以回到我們家門口的 那麼這個空間呢 基本上是不會有其他的能堆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是會進來這裡 那麼基本上這裡呢 都可以說是業主的獨立空間來的 那麼進來我們這裡之後呢 你會見到 高檔的大門 和我們這裡 很整體的一個佈局 那麼進門之後呢 因為現在後疫情時代 大家對這個衛生 和個人的一個注重 那麼都是會比較主動一些的 那麼然後入戶呢 就是會有一個恭維 那麼可以提供到給大家 那麼右手邊呢 就會有我們這個 智能的一個靈動空間了 因為呢 我們是陽台交付 面積贈送一半 那麼因為 一個靈動空間呢 你會發現了 到時候只需要在那裡 再安裝一個門鍊 或者小門 基本上是等於一個獨立套間 有沒有一樣 老人家 或者是小朋友住在那裡 都是十分之舒適的 進來我們見到呢 我們整個 一個橫廳設計 然後呢 可以望出去 我們的自然崩崗景觀 是吧 因為我們這個橫廳設計 它是會打造成 是沒有過度的空間 將我們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間 都是比喻到我們業主 可以見到 真心是超過九米 然後開間是會有 開間是會長達那個五米多的 那麼相對來說 對於我們如果家庭 小朋友比較多 或者是家庭成員是比較多的時候 基本上都可以滿足到 他們的一個需求 而且是會有一個七米大的陽台 貫穿了整個簾幕 可以望到我們 完完全全的一個 奔光景觀的 然後動身 來到看回我們 真是醫食住行 吃就很重要的 然後可以見到 我們這裡有一個 廚房 U型的廚房設計 無論你是 洗、切、煮、放 都是很得心應手 然後方便了我們家裡的一位美麗的太太 然後每天為我們辛勞的一個先生 去烹飪他自己喜愛的一個 喜愛的一個餐飲 然後你會見到 出到這裡就是有我們的餐廳設計 然後這個格局 是可以最大的改造法 無論是業主 是想做開放式餐廳 或者我們的一個傳統的中式餐廳 都完全滿足得到 然後對面這兩處 就是會有我們一個南向的房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南向房間 是會有最好的一個採樣 每時每刻都會有不同的陽光 可以照射得到我們這個房間 而且它的空間 亦都可以達到八個方 然後可以滿足我們小朋友 以後在這裡 進行這個學習和休息等等 然後隔壁亦都會有一間 同等的平方數 一個次貨 然後無論你是一鞋還是二鞋 或者是家裡成員 在增多的情況下 或者客人來到 我們都會有舒適的一個客戶 可以給到我們不同的業主 有不同的一個需求 然後動身到我們這個主和 大套間的主和 將近二十方的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你會發現 亦都是跟那邊兩個次貨一樣 因為整體都是南向的一個窗 而我們的主和還有一個獨立的好處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主套 然後到我們廁所一邊 還有一個窗戶 是真真正正的南北對流 兩邊亦都有預留空間 給我們的業主 可以打造他們私人的衣帽間 稍後來到我們見到 他們現在我們已經展示到 一個預留的空間 給我們各個的業主和客戶 去打造他自己心儀的衣帽間 放他自己喜歡的鞋襪、衣褲等等 總整體來說 其實好像這個118平方 它最大的優勢就是 最強而胎房 基本上可以滿足一家大小 五口的一個需求 就算是父母 兩個小朋友 全在一起 都是不會覺得壓抑 還有獨梯、獨戶、隱蔽性更好 然後震獻我們客戶的一個專櫃 來到我們這裏 就是我們這個98方的 精品小三房 除了我們改善型的客戶 投資型的客戶 都是對於這種 因為98方是未超過8方的一面 整個廣州或深圳也好 它都是最搶手的 以後的二手轉子這個會議 然後動身來到這裏 我們有預留的一個空間 可以給我們的客戶 可以為它自己打造 相對應的衣帽間 或者是鞋櫃等等的一些設施 然後開間達到3.4米 這個開間真心達到7米 然後你可以見到 整體的配套 和動靜分區是很明確的 然後好像我們… 暫停 暫停一下 先讓我們看誰去 看誰去 然後你會見到 這裡可以雙真開雙手 然後這個開間 也滿足我們的日常需求 3米4 就算你和小朋友和家人一起玩 也不會覺得高速 這邊就是我們的餐客廳 動靜分區 然後就會更加舒適 可以享受到我們不同的日常生活 而且來到我們陽台這一側 是不是 打造了一個6米的大陽台 貫穿式連通到我們這個次 如果說老人家小朋友 早上比較早起床 也不會打擾到我們主人的 一種俗色和一種生活習慣 然後進去我們的靜區 靜區這一處 你可以見到 右邊就是我們這個公位 然後公位這邊 也是有獨立的空間 打造了乾濕分明 這個配套 也不會把水 帶給我們的一族過渡 然後可以見到 這裡是次和 剛剛說到 是貫穿式的陽台 在次和可以連通到我們七去的陽台 然後這裡 也會贈送一個靈動空間 面積贈送一半 然後可以打造我們的遊戲室 書房等等 一些這樣的需求 來到這裡 也會有我們一個大約 大小小的 大概九個十二個房間 然後你會看到 我們這個主人間 也是一個套間配套 我們這個套間 設施間這邊 也會乾濕分離 可以更好地配置我們的生活 這裡也有預留 我們這個大人衣櫃這個位置 每一天回來這裡 可以享受自己個人的生活 總體來說 九十八方 雖然是一個三房的配套 但是無論是投資的角度來說 因為在近幾年 其實你中國房產發展 超過可能是三十年四十年左右 其實無論你股票好 或者其他投資產品好 都是不夠房產來得保值的 所以好像我們這種九十八方的產品 是往後抵制通貨盤進也好 或者抵制其他的一些投資 都會比他們強很多 相對來說 大家也知道 股市現在相對來說 就浮動比較大 樓市也是比較穩健的 經過二十年的發展 基本上樓市在一線城市 廣州、深圳 是沒有什麼跌幅 所以它九十八方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投資產品 來到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項目 除了我們剛剛介紹的住宅之後 還有我們一個精品公寓 入門雙開的一個大門 也是為了體現到我們業主的尊貴 而且整個空間 是會打造到雙鎖匙結構 一樓獨立的入戶門 還有二樓也有一棟獨立的入戶門 進來之後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整層天花板 也是做好封閉 然後我們這個公寓全部都是精裝交付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無論我們洗手間裡面的 收藏鏡、馬桶和洗手盆和花灑 都是會配送在裡面的 然後包括我們這個廚房部分 你看到廚櫃、抽煙機、洗手盆和儲物櫃 都是會有交付的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最貴的東西 其實整個項目也都會 我們業主考慮得到 那好像我們的樓道和廁所 都是已經做好交付的標準 也都不用業主 因為好像這樣的產品 進行二次改造 因為整層封閉 其實它也是把這套物業 效益最大化 買一層、聳一層 然後基本上可以自己用一戶 或者租一戶出去 或者是將一戶 或者是將這套物業 租給兩戶不同的租戶 那跟著我們的鏡頭 上到我們的二樓 再看看我們這個實用的空間 那二樓呢 也是跟我們的一樓一樣 因為我剛剛說到 這裡是做了整層的封閉 就沒有做Loftwater的設計 其實好像在香港很多的朋友 其實他們基本上 對於這樣的產品 是賦予很大的信心 因為可以最大利益化 這樣可以將我們的公寓 或者我們雙鎖匙產品 租給不同的租戶 然後呢 包括我們二樓 也都有配套 我們這個廚櫃 和洗手盆 造台之間的一些 廚房設備 然後呢 我轉個頭 來到我這裡見到 二樓也是一樣 交付我們一個廁所 洗手間的一個位置 然後呢 除了這些 跟一樓一模一樣的 交付櫃增的位置 二樓呢 還多送一個 零動空間 可以佔我們一個過渡的一個位置 開間三米 震心兩米 贈送六個方 基本上 你買一層三百六坪的情況下 有五十六五十個方 可以交付到給我們業主的 然後呢 我們這個公寓 就是滿足 可能剛剛想過來大灣區 接的一些 這樣的客戶 或者朋友 因為他們可能 或者是購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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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可以滿足到住宅的情況下 買這樣的公寓產品 基本上是 不行太 不行夠 然後呢 可以進行多次的 一個買賣 那也是可以為我們大灣區 所有的朋友 或者香港的朋友 提供 更多元化的產品結構 好 那總體來說呢 好像我們這個公寓性產品的話 那麼三十六坪 那只需要呢 大概是六十五萬左右 就可以進行這個成交了 那可能貴一些的 大概七十萬不到 那你可以記得到呢 有這麼大的空間 有這麼大的面積 一個公寓 相對來說就是 基本上每個平方 大概是一萬八千元左右 那就可以進行這個認購 那而且不行購不行太 那就算可能是 資金上面 是需要周轉的情況 那這些產品呢 往後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投資資產來的 可以進行這個 一個儀線的一個儀手轉折 和交易等等 可以進行到更好的資產支配 剛才邵先生和我們介紹了樣板房 也都將我們的區位情況和大家介紹過 那我們現在呢 就在這裏和大家做一個小事的總結 也都大家看得到 我們身後這條光景 也是我們的板間對開的 這個實實在在的光景 不會走掉的 這裏是廣州珠江的一個七海后 頭排光景項目 然後六樓就是我們一個奔光公園 然後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整條光面的一個寬度 可以達到大概是200米 至300米之間 然後那個視野又特別的廣闊 而且呢 奔光的一種項目來講 就是無論是你自己住也好 投資也好 它以後的升值全力 其實都是 而且都是一個買小件小的地方 是的 你說其他的東西 商業可以慢慢跟你建 然後地鐵我也可以幫你蓋 但是奔光資源呢 你買一套就少一套了 光就沒得滑的 是啊 光你又滑不了 對吧 我們也是一線的光景堆 所以開業就是我們一個很漂亮的花園 是啊 我們無論是我們出來散步也好 或者跑步也好 神操也好 都很漂亮的位置 的而且確 你除了你人的一輩子 除了你說工作 生活得含蓋很大一部份 我覺得除了工作以外 生活很重要 如果生活質素沒有的話 你工作那麼辛苦的意義真的不大 而且你好像深圳 香港一些這樣的朋友來講 因為他們的工作壓力和工作節奏 相對來說比較快 每一天我回到家 我肯定是想有一個良好的環境 可以放空自己 對吧 而且樓市和房產產品 基本上也是現在抵制通貨膨脹 最有利的一種產品 你放些錢在銀行 日後的通脹 你怎麼可以跑得上呢 對 房產的磚頭永遠都可以跟上 對 就算你不升都可以保持平穩 對方來說 基本上樓市是不會往下走的 對 帶動我們死亡的經濟 你可以看到 大中國發展了二十年左右 越港澳大灣區發展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條紫線 是不停地 不要說直線上升 但是肯定是平穩上漲的 沒錯 所以 陣組佈局大灣區 陣組七首大灣區 是對於我們 無論客戶也好 或者投資者也好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而且我們江上雲啟裡面 擁有投資性產品 改善性產品 都是含蓋在裡面 大家可以有空過來 找陳先生找我 聊聊聊聊聊 大家相互學習 因為現在主要就是我們那個通關 被人搞定 因為疫情對大家影響很大 通關搞得好 其實我們的客戶 很多都很想回來置業 是的 有幾大原因 第一個 我們相比新的樓價很便宜 另外一個 生活質素比較好 是的 你想想 我們一間這麼大的單位 和在香港買的話 價值觀是完全兩回事 是的 況且來說 生活指數的消費也低 嗯 生活指數可以有時候 就算我不是說在這裡長住也好 好像周末 度假 放空一下自己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如果不是說 霍英東也不會說這裡是整個香港的後花園 是的 可以說 好像邵山華齋 我買在這裡 我不一定可以在這裡長住 我可以在這裡度假 可以度假 也是一種長線的投資 嗯 你好像股票這樣 近期的 就是 舉一個指 走勢 就是說 比較反覆 比較反覆的情況下 你沒有多少樣產品 是會對我們的磚頭 產生太大的影響 因為磚頭 真的來說比較穩定 你說去到三線城市 四線城市 可能是風險性肯定會有 但是如果你說 投資好像廣州 這樣的一線城市 一線城市 是絕對放心的 絕對放心 因為說真的 你只是聽省負責 在廣州 你怎麼會讓它想 而且 藍沙近年來 政策也落實很多了 政府也給予很大的支持 好像唯獨的廣州城市 一個副中心 也是向我們藍沙 掛名 基本上 無論是 每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藍沙 真的是一個福地 嗯 是的 我們也聽到 邵先生跟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我想問一個最貼切的問題 香港的朋友在這裡買 那個購房政策 有沒有限制呢 這樣呢 其實大灣區一邊 對於我們香港的一些居民來講 他們是給予最大力度的一個支持 只要你是在大灣區 或者是在我們中國裏 是沒有完全的一個房產紀錄 基本上就可以認購一套這個房產 即是在國內是第一套就可以在這裡買 是 那如果在其他城市有樓呢 如果其他城市有樓呢 每一個地區的政策就不一樣 但是我們講到大灣區這邊 尤其是南沙這邊 相對來說 如果是首次事業大灣區的話 其實都有相對應的一個渠道 可以鎮行構設我們這個房產 嗯 那麼那個付款方面是怎樣 付款方面呢 那麼現在呢 我們自身呢 我們集團呢 有不同的一個付款 可以迎合我們的不同客戶的需求 那麼有半年期啦 三個月期啊 或者是如果需要貸款 其實現在一部分的銀行 也都是可以接受 香港居民鎮行貸款 因為你好像匯豐啊 渣打其實他們都是會有做房杰的 嗯 那麼普遍是香港那邊的一些銀行 都會有做房貸按揭 那只是到時候會核對 就是這個客戶的資質 能不能滿足到銀行鎮行這個按揭 或者是其他這種需求等等的 因為呢 這件事呢 我覺得呢 跟一個時間段很有關係 是 因為現在我們講了 可能遲些它放開了 是 我們可以做房貸的 可以做房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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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或者大陸也可以的 但是呢 這個就要看看當時我們的客戶是哪個時候過到來 是哪個時候過到來 是 因為它偵察其實它每個月 可能是說每週都可能 一種調整和修改 那麼 剛才聽一下潮先生說呢 我們這裡的交付標準 都是簡樁來的 是 簡樁呢 就看看個人需要 通常進來都會自己去整理 就是 就是 就是二次改造 因為簡樁交付也不會影響到 業主的二次思維發展 就是因為 其實香港很多的業主 其實他們很有自己的個性 但是他們想擁有自己的空間 是自己的腦海裡想的 自己一套在這裡 自己一套在這裡 所以簡樁交付呢 基本上它可以方便它以後 進行一個改造的 簡樁交付呢 在價錢方面可能會稍為便宜一些 是啊 因為你也剛剛有清晰地了解到 我們這個地理的位置 其實是十分之優越的 然後我們也是在售唯獨的頭牌干警項目 然後我們現在在售的一個價錢 也是在我們政府 廣州政府的限價 對於我們這個房產限價 最嚴厲的時候 所取的預售性 所以基本上就是 34969一口價 無論你是買高層單位 還是低層單位 都是統一的 哦 34969 我們就給你柴頭數 當作35,000 35,000 無論是哪一層 和方向 都沒有影響 都是這個價錢 是啊 先到先得 陳先生 所以這裏 曹先生 剛才我們在沙盆都跟我們說過 我們其實每一戶都可以看到光 每一戶都可以 這件事真的可遇不可求 極缺資源 沒錯 你是望山的那些多 大山卡那些 是啊 望水的真是少有 望水真是很少有 現在就是買少見少 所以而且這個 向一個價錢 就是廣州政府 控得這麼平穩的情況下 可以這個價錢 入手到這樣的物業 真是一個最合適的一個時機 是啊 我相信這個盤 其實我們香港朋友 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因為 畢竟來說 價錢不貴 但是它的實用率比較高 還有 我們的周邊環境是很帥的 是的 其實我們在期待我們一個開集 開集 大家在等 畢竟來說 在客戶來說 我們都有心態 就是我都想看看實物 這個是常人的心態 是的 好了 這期節目也辛苦了 邵先生 我們下期再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聯繫我們的二線姐姐 OK 拜拜